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没有情侣之心非常散乱 而且很容易被窃疑 生理到心理的窃疑 所以佛陀当年的地质 从四三八经之后 却不出家离情去 修大乘的空定定令的话 就不需要出家 就直接走空定的论 就是说直接从观心 子观这一方面走 然后多注意及功德 及资料 但是他的四三八经 也还是含话在这里面 流度啊这样子 大乘空定的 就是在这个世界四谐出 东西比较满 但是假如说你修阿罗海的 四三八经的话 离去去 你很容易四谐出神通跟神变 就很容易有神通力跟神变力 但是呢 如果你从大乘的空定讲 你要四谐神通 必须是先从设计式空 先修到真空 然后在真空的状态 然后看世界一切都是妙有 然后再启目是法令 其余法令 这个时候神通才能释泄出来 所以这个时候但是非常长 所以很多大乘菩萨没有神通 反而当年的阿罗海都是有十八神变的 定力很好 就是修正到阿罗海果的都有神通跟神变 很多世俗人很幸福啊 就是说世俗人看到你有神通 他就觉得哎呀这个很厉害 但是大乘菩萨很多就开始的神变 四谐不错 但是他但是一旦他神变神通 具足的时候 这个大乘菩萨就正如了空性了 就是已经圆满 就报神圆满 那我们当初的话都是修处理心 因人而异吧 我觉得从佛陀的教育来讲 最终是我们出轮回的 不是让你在这个世界世界神通的 是不是 那你光靠神通是出不了轮回的 你知道天人也有神通 是不是 无神通啊 包括鬼都有无神通 鬼通嘛 但是他们没有出轮回 所以到最终我们从轮回中解脱 是要误入空性的 正如或者误入空性 那么这个一定要走大乘 那走大乘只是时间蛮长一点 他这个中间有没有说 就是一步一步怎么 在佛陀早期佛法 刚开始从阅读起来的时候 是要写出小乘 因为那个时候 佛教已经很久很久 没在这个世界实现了 佛陀西加盟开始创立佛教的时候 很多人才开始从佛教开始起修 因为很多人在起修的时候 为什么他这样想 还有一些他的大弟子们 开始是修其他外道的 那么他们已经具备了一些禅定 四财八定是印度教也有的 他们已经具备了神通力 那么佛教只是把四财八定里边的 在理论上重新调整 就是他的理论指导更高 那么这个只是 他也是有很多音乐的 但是呢 现在你知道佛教已经2600多年 那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 可能我们很生生世世 都已经学过小乘大乘 就很多人在复习 现在我们很多人 在座的很多人可能都是曾经的佛弟子 那么这个时候呢 就没有具体地窑出哪个法门学 看你的根基了 但是就是说我们其实复习的话 什么时候回到你的 可能你曾经已经证到阿罗海 他曾经已经是登地铺上 所以说这个时候我觉得就不需要那样一级一级往上做 从最高的往下观就行了 所以碰到你自己是哪个级别 就接受哪个级别的教授 就是从一佛城开始往下观 要是说弥勒佛再来 那未来弥勒佛 未来弥勒佛弥勒来 那个时候中间就有一多 已经末法时期到最后就是暗节 这段时期是没有佛法 那么如果是弥勒佛再来 从暗节再进入佛教时代 就又开始可能从小城开始 那那个地址是没有基础的 可能我们这一批人已经解脱了 是吧 如果没解脱也经过暗节时期 又迷的啥也不知道了 从来吧 从留级了就只能 是吧 那我们还是到目前是改了一个摩摩版权 还一直在学习 只是我们笨一点学得慢 到现在还在学 还在学 老师他那个振了阿罗汉果根 或者是登帝菩萨的话 他再来的话他还会迷吗 好像这个如果经典上面 好像去说是好像他就不会再迷 还是什么 应该看的是 四国阿罗汉应该是不会再迷了 这些具体的说 哪个国位的能迷到什么程度 不会这个网上讲解了 去做经典你可以自己查 因为后期其实佛法到后期大成兴起以后 后期的为什么上千年的七日登帝 或者这些已经都没有局限 没有很清晰的一个 说二帝三帝四帝 只是在经典记载说 二帝到三帝 中间有什么 就是明显的 因为后期大部分人都是复习 你知道这个人可能他刹那之间 他进入的是出地状态 没错他一不小心 他又要到十帝了 中间就没有经历 他就没有 他突然就说出了十帝等级的话 你说二帝三帝他没有经过 那他可能生生世世 已经是十帝了 这个开始就没有界限了 他可能刚开始还实现的是 三帝以前实现的是二帝菩萨的等级 三帝以后就变成了八帝 你就不知道 但是如果你曾经没有修行过 这个可能是不大的 只能一级级往上走 但是对复习的人来说 最完全一看 他说的意思的时候 比如说是四国阿罗汉 或者二帝菩萨 他们迷不迷 就是他这个 投胎 在作为人 在我们这个世界上 他迷不迷 迷到什么程度 如果我认为 如果是他来到这个投胎以后 成了一个人的话 没有不迷 如果他还需要学佛的话 他不是生下来 他就成了一个 他就知道 这世界是梦怀泡影 他还需要学习 那肯定是迷失了 只不过他领悟得快 你说哪个人生下没迷过 像我的 只是说领悟快 你一讲他就开悟了 开悟很快 一句话开悟了 他是 心结上面 我好像是记得 是比方说是 什么真的出国的话 就七百人天 然后他就不会下三二道 也就是他只会进 不会退 甚至真的出地的话 他就一步一步再往上走 他就不会再迷失了 迷失的话 怎么说呢 可能就是说 比如说居个例子 可能说 就是说你会 这个人假如说居立 拿我居立 我说我去 我知道一切佛陀的教理 所以最高的教理 到最后寥寥分明 但是我有觉受 那问题是 我们什么叫迷失 就是说你在整个修正的过程 你从一开始修行 你可能开悟了已经 但是你一开始修行 整个十年二十年 你身里的角色还有 别人打你你还痛 别人骂你你还伤心 你说那算不算迷失 你明知道他是虚幻的 但是你会哭 然后你会伤心 你会觉得怎么 所有的触动 你可以不恨 你可以不去抱怨 你可以很慈悲 你可以把他看成病人 你可以 但是你还是伤心 是不是 那算不算迷失 就是说当你的五欲未空的时候 就要受未空 受也即是空 受即是空 空即是受 但是你的身里没转 你还是个肉体 还是个鼻鼻 没一动不给你吃奶 你饿得好几天哭啊 但那个受未空的时候 那一刻是不是迷失 保持住了定力 或者甚至是一株定力在那儿 你受一个进入空定 主要迷失 是不是正量上的迷失 你那个时候你仍然佛教的理论 寥寥分明在脑子里知道 这是虚幻的 我哭也是虚幻的 我疼也是虚幻的 但是你就是伤心 你就是难受啊 你就坐在那儿 你就是虚幻着难受啊 就是体验着那种环境啊 你实实在在的那一刻 虚幻的就是实实在在体验着那种难受啊 那个确实需要正量的 你没证得你真的空不了 你怎么空啊 一句话你也空不了 别说一个痛点 一个难受 病来了就是病来了 所以他们对这个迷失 确实就像你说的定义的话 看怎么定义 他有的时候很多时候 他就说只是一种视线 是吧 那他就是这样定义的吗 我始终认为 从佛头的角度还需要证得 还需要正量 开悟是一个方面 就是当我们的暂时的忘我 可以瞬间达到开悟 如果平时这个人很有善缘的话 就是那种善业做得足够的话 而且忍辱心啊 不思啊 这些前面的几度做得很好的话 那突然可能在一个财心的过程中就开悟了 开悟我觉得是一种 就是突然对佛法 生性不语 珍惜了正性 而且正念 而且生命里边确实就是有一个主导 有一个主线就是 我知道我是佛了 我知道我的本来面目 我本性是佛 知道这一点了 剩下的真的就像 你就 因为知道本来的时候 你会就变成一个空空的不动的东西 就是无形无相的一个不动的东西 始终安住在那 你会有这个定力的 然后身边的其他的所有的一切就好像 就好像包括在空性里边的梦海炮 你会有这种正量感 就是这也是只能这样子表达了 你有这种重量感 但是在你这 这只是说是一个开悟的状态 就是说真的是说你正到了佛学里边 但是在在这个过程你生命气脉没有完全光化 没有转化完一切 说的那虽然是换经 那就换经 还是会干扰你 虽然是对你的心里边 我觉得唯一的就是在你心里边留下的印记和痕迹非常少 对你的心影响不大了 但是你照样还是 男生的时候还是男生 痛的时候你还是能够忍受不了的痛 你会大叫 或者是你会痛得真的受不了了 或者是怎么会受不了 只是能放得 拿得起放得下比较自在 有些说想到了 现在一马转移的 对 就是现在就是拿不起放不下 很多东西 现在你开悟以后 就是说拿起放下就比较容易 就是说什么都自在 谁语言了 来也行 没有也行 就不会影响到你的情绪 但是极度的这种觉受还是有的 你要说只是说教理不明 那现在大谱这都不明 在座的诸位都不明 都知道菩提 烦恼机菩提什么都知道 说我们本性是佛 这些都是佛 这些都已是最高教理 那我们都是再来了 都不明 问题是一到红线自我的东西就生出 你说那算自我的出来了 算不算又明了 比自我牵引 比自我的生出来没关系 但自我的生出来以后 比自我转 比自我牵引 然后在里边苦 你说这就叫迷失了 所以走圈的时候 我们是一会儿清醒 一会儿迷 舒服的时候会比较清醒 不开心的时候就迷了 不开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